歡迎來到文化新生活之家國生活 我是Jeff 和你主持2020年12月21日 星期一夜晚的節目 今晚很開心有個特別嘉賓Norman 和我們一起去對話 Hello Hello 各位你好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Norman 我是溫哥華那邊 我來加拿大有三十多年 我之前也有十五年在大多倫多市住過 我也是在銀行裏面有做過十幾年 然後在這十年之前 就開始幫客戶看這個訊息 我也是以做基金組合為主幫客人 希望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這個節目裏面解答到你 我就講一講我對於今年市場的評論 就是看看今年的情況發展如何 還有就是一個展望 下一年的2021年的情況大約可能會是怎樣 首先講一下今年來說 今年來說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是真是一個過山車的 也是一個市務前例的 而市場的波幅 其實可以接近比較到1929年的經濟大衰退 因為市場的跌幅是非常急的 指數的跌幅是超過百分之三十 甚至有些去到五十左右 所以在三月份的時候是跌得很厲害的市場 然後接著就是減息 和政府講了很多一些方案 救市 這個其實跟08年的金融風暴 學回來的經驗是有關的 然後接著很快就量化寬鬆進入市場 這個市場也很快的反應 你看到四五月的時候 市場是一個很大力的反彈 就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飆升上去 然後接著去到暑假的時候 然後接著市場開始 尾的時候就開始有些回落了 去到九月份的時候 市場做得差了 開始就一個下跌 然後接著去到十月的時候 去到十一月的時候 市場就開始有些回升了 好像我幾個月前也有說過 預計今年的市場 會是一個W型的走勢 還有一個估計 十二月份 今個月份來說 市場都是升的 因為在1968年到現在的 數據來說 十二月份來說 升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加上今年來說 有這麼多的有利的因素 主要是一個這麼低的利息 政府的投入裡面 還有一個科技股的帶動 所以來講 令到今年 在十二月份 仍然繼續上升 再加上 在十一月初的時候 就有這個 疫苗的推出 例如這個輝瑞 輝瑞 它達到有95%的臨床成功率 這個也跟著有Mandera 跟著還有其他幾隻 一直這樣出來 其實十幾隻疫苗 所以對於這個市場來說 傳統的經濟是受到支持 所以在十一月份 十二月的時候 有的公司得到支持 以及傳統的行業 運輸方面 所以這方面 令到帶動了十一月和十月的市場 上升 所以今年來說 差不多你可以說 如果你閉上眼 扔什麼去市場 如果你買基金的話 都一定是賺錢的 股票來說 很多都會賺錢的 如果你扔正科技股 還賺得恐怖 簡直是你不敢相信的 譬如有些人 如果投資在科技的基金來說 它的升幅 是很多都遠超過30%的 如果是個別股票 就更加厲害 所以今天來說 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一年 政府來說 也帶頭 將疫情所帶來的 民眾方面的財政問題 而將財政的壓力 是由政府承擔了 這個很明顯看得出 特別是加拿大 加拿大算是一個 非常之慷慨 是一個很慷慨的 是賣錢到市場上 我們也是看著 加拿大的政府 是否花太多錢 是否令到負責率太高 其實我個人認為 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現在來說 我們去到現在的層次 都是達到60% 那個是財政的層次 即是說 我們現在是回到 以前最差的時候的環境 但這次這個差的環境 是因為受到外內的疫情所影響 當疫情慢慢過後 經濟就會回來 所以來說 再加上留意一下 最近一個加幣的表現 又不是跌得太離譜 其實如果加幣 對港幣來說 是非常之強勁的加幣 所以來說 在加幣來說 你看得出 就算政府要花太多錢的話 也不會影響加幣太厲害 而且再加上 估計市場 那個利息來說 可能到2022年 利息也是維持在這麼低的位置 甚至有些人說是二、三年 我看不到這麼遠 我看得到 肯定在明年來說 利息都好像現在這樣 差不多到零水平 對我來說 這個就很有利益股市 但也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股市也有些 過價了 這個就會帶到 看到 在未來的一個展望 下年的情況會怎樣 我認為 下年的展望 就是頭兩個星期 市場都是一般的 然後第三、第四季 就會非常之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的疫情 雖然你發生出來 但是呢 你看回現在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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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數據 在一直加緊 就是患病那些 雖然 那個死亡的百分比 就不是這麼高 很低的其實 但是來講 因為那個 鎖下降 仍然都要繼續 還有那個感染的數字 特別是我們加拿大 一直在升 所以來講 這方面 會影響到 第一季的經濟 仍然都會受這個疫情所影響的 但是由於那個疫苗一直在市場上 特別是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所訂的疫苗 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 如果是 以每一個人來計算 我們差不多每一個加拿大人 平均的 差不多可以拿到四劑 那如果你說是輝瑞的話 那種來說 差不多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拿到一劑 所以在加拿大來說 很多人 將來會一直打到這個疫苗 所以這方面 對於加拿大 是一個 有好的一個消息 而下年來說 我相信到 夏天 和 玫瑰來說 市場應該會做得不錯 但是 那個股市來說 在今年 已經升得這麼厲害的話 我相信 接下來的股市 就會是一個比較 會慢一點下去 你看回那個市盈率 其實 你看看這個市盈率 好像市場已經接近去到26 28 以上 已經是一個不是這麼便宜的市場 如果我們以往來說 看到它低過30元 它有30個PE ratio 來說 我覺得也是一個合理 但是 現在已經是接近的了 所以 市場來說 現在來說 已經沒有之前這麼划算 買的了 但是 是不是還有得升呢 我認為長遠來說 也是有得升的 但是 在短期來說 就會有很多的因素 會受到這個 會影響到這個市場 所以 尤其是市場 慢慢會 慢一點 所以我想 未來這一季來說 會看到 科技股方面 會開始慢一點 而這個傳統的股票 傳統的行業來說 就會由 下一年的第二季度之後 一路會暢望下去 這個大概 給各位看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 各位一個 投資者來說 其實 今年 如果賺得這麼開心的話 就應該開始 做一個平衡的組合 就應該要 混合一些 例如 債券 或者一些 不同國家 不同地域 不同行業的行業 去回復 不要全部集中 在某幾個 出名的 科技公司 如果不然 接下來這一季度 可能會有些失望 所以 未來的幾年來說 我覺得 投資者來說 應該要著重 組合方面的比例 是的 Norman 我也同意 因為有些客人 在2020年 他們拿著 比如有 Technology的 Mutual Fund 現在已經變成 Overweight 當2021年 RSP season 他們跟我們 去做 Annual Review 或者走進銀行 去買 Mutual Fund 我發現銀行 那些 銀行 通常都會建議 那些客人 買回加拿大的 Balance Fund 我發現 加拿大的銀行股 其實在2020年的 performance 都OK 雖然它又跌 但是又升 我預料 可能如果是一個客人 他是做在銀行 買Mutual Fund 他走進去 都可能 都是有一個 很普通的 就是買一些Canadian Balance Fund 很注重 是Financial sector 或者是 Oil and Gas 那方面 雖然跌了 但是其實我們 認識一個 Independent 的Financial Advisor 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意見 可以給到我們的客人呢 除了說 譬如 Technology 會不會是2021年 值得去看看 Jeff 你提出一個很好的點 如果我的看法 在未來的一年來 其實我們看好中國 和Emerging Market 這兩個方面的發展 加拿大也OK的 所以說 如何投資 在這些市場上 我覺得 投資者 應該是要 在一個組合裡面 是混合一些 Imaging Market 下去 那其實怎樣混合 是最簡單 是最方便的 其實是做一些 叫做Portfolio Fund 組合基金 其實這些組合基金 現在很多銀行 都開始有得賣 以往傳統的話 你走去 可能就要賣 平衡金錢給你 但其實現在 已經是很多 都已經做一些 平衡的Portfolio 就是它裡面 已經是一些 分算分 裡面來講 就會混合一些 有技術的資金 在裡面 也有Emerging Market 在裡面 所以 所以 現在新的做法 都會用這個Portfolio Fund Portfolio Fund 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選擇一個 RiskPortfolio 高一些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 裡面已經分散了 十幾個基金 變成一個組合基金 所以 譬如 舉例 可能 一個Portfolio Fund 裡面的 一個 Growth的Portfolio 其實可能 它就等於 你傳統買一隻 平衡金錢 因為它裡面 就算是Growth的Portfolio 我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 平衡的Portfolio 就等於 你傳統買一隻 普通的平衡金錢 因為它裡面 有十幾個基金 變成一個組合基金 比我來講 是把風險分散了 而更好的組合基金 就會在一些 叫做Multi Manager 的Portfolio Fund 就是它裡面 是由一間基金公司 去做Orchestra 但裡面 有四五六間不同的基金公司 好處就是 你不會偏袒在一間的基金公司裡面 以這種產品來講 可以經銀行 也可以買到 但是近項來講 通常就是賣回它自己的產品 所以來講 我們經過我們 譬如我 JRVD 獨立的企業 來講 我們就可以能夠 接觸到其他的 基金公司 他們的產品 甚至是不同的銀行 的產品 所以其實每一間銀行 都有他們自己的產品 基金公司也有他們的產品 也有銀行 請基金公司去運作他們的產品 所以來講 其實根本是 很多產品可以在市場上 視乎每一個客戶 他的需要是多少 他要求什麼 究竟他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者 中風險或者低風險 最關鍵就是 那筆錢可以擺放多久 如果你會直接影響到 選擇產品的方面 以及美金和加幣 我們在加拿大的好處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有產品 可以買到美金的產品 所以來講 我們如果選擇美金的產品 通常我們都會喜歡 用銀行的基金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銀行出的 美金的產品 會比較是一個 我們叫做 純粹的USDollar的產品 就不會有內臟的交換 所以來講 一般來說 以美金來說 我們就會用銀行的 基金產品 如果是加幣的 就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Norman,我看到了一件事 當2020年3月的市場 真的跌得很厲害的時候 我有些客人問我 買不買金 因為他覺得可能會保值 和當作一個安全益 這兩個月 因為比特幣和蜜蜜蜜蜜 一直升 同樣那一類的客人 因為可能他們自己 受的風險高些 又走來問我 Jeff究竟怎樣可以買比特幣 那我就跟他做了一點點研究 我發覺原來現在有些 加拿大的基金公司 已經出了一些 蜜蜜蜜蜜的基金 但是我給他一個提示 他 你通常都是要一個 core portfolio 然後你另外有少少 剩餘的錢 是可以探索一下 其他的 investment thesis 你說比特幣最多 都是放3-5% 當作是一個 投機 一個 speculation 就算了 但就不要放那麼多錢 我知道有時候 我和你的客人 雖然他們是聽我們的提示 但其實他們心裡 都是想去賭博的 那我的 solution 就是我叫他 不如你自己去開 discount brokerage 戶口 那你自己去炒 那你會怎樣 給那些提示的客人 和怎樣處理這些客人的 case 其實Jeff 你給了一個非常好的點 其實有很多的投資者 就像你這樣說的心態 一方面他又要膽大 而又有心勢 所以通常我們給予建議的客戶 就是你大筆錢 就交給一個專業的顧問 去給你看 就像我們這樣 Jeff 我或者其他人 為什麼呢 因為錢的東西 是有一個情感的 在那裡的 如果你自己管理的話 在投資業的話 很容易會出錯的 但是在第三者 跟你看著那筆錢的話 就用真的不同的 因為他沒有那個情感的 在那筆錢裡 所以來說 在那個管理方面 是真的要用回一個專業的方式 去看他這筆錢 去怎樣去打理他 所以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客戶 開兩個戶口 一個就是我們這個專業的顧問 另外一個就是他自己做一個操作的 其實我本身的經驗就是 我有十幾年的經驗在一個 Discount brokerage那裡 然後有十幾年經驗在一個 顧問那方面的工作到現在 所以現在我看得到 就是很適合 在一個投資者來說 是有兩個戶口的 代表來說 有些東西他是想自己控制的 譬如某一些股票的買賣 或者好像你剛才說的那些 比特幣或者什麼 那些 或者一些ETF的交易 那樣 所以他們可以 經過這個Discount brokerage 由他們自己管理回來 控制 但是再次 就像Jeff那樣說 就要控制著你的百分比 就好像你走進去賭場那樣 你要知道 你那個是 Know your limit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輸得起多少 那你才會 在那個 百分比那裡投資下去 那所以 大部分來講 最好都是交給 這個專業的股門去打理 那一個控制得到的 百分比裡面 就去自己 做自己喜歡的東西去投資 那 那剛才你好像這樣說 就是一個 Call and Explore 那Call and Explore 來講 其實我們以前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Charles Schwab 是一個家信理財的分控經理 那這個概念 是當時我們想出來的 那麽 那Call and Explore 這件事是可以運用到 在管理的組合裡面 那麽例如是我們 是幫客戶管理的 產品的組合裡面 那也是一個Call 可能是一個 用Portfolio Funds 組合基金做一個Call 核心 然後在 Explore 可能是可以搭幾隻 一個高風險一點的基金 例如這些技術 那麽加進去 科技和技術 那麽變成一些 可以有一些高一些的回報 那麽例如今天 這個技術方面 它的技術��看 是有些去到 30-40%的回報 那麽如果是一個 Call的水平 來講 今年正常來講 都有些去到 有8-10%的回報 那麽這麽例如是 可以用這樣的 其他類型的組合 那麽來講 你就會達到一個 最好的 希望最好的回報 那麽 那麽以為一個 個人的投資者來說 也可以用一種 在一個核心的膽子裏面是一些比較藍籌的股 然後探索就可能是一些蚊型的股 或者是一些薄薄的股 所以在控制住這個狀態裏面 盡量希望能夠達到五好蝕錢 我們經常都說不要失去錢 就是這個概念 但我們經常都說你投資得下去的話 你就沒有可能去做到所謂的保盤 你多多少少都會有個風險在這裏 但是怎樣去管理這個風險呢 就是盡量能夠管理得到這個風險 盡量用方法去管理 你才能夠達到最高的回報 所以投資方面來說是一門學問 所以大一筆來講 真的建議大家有一個第三者去幫你打理 然後控制住一部份是自己才去玩的 是的 Norman 我同意了 其實客人的心態是最難觸摸和管理的 因為我已經預計到現在的年代表 和明年和客人買RSP的時候 有一部份的客人會指 他說技術貨幣2020年賺了這麼多 不如2021年再把錢放進去吧 其實我是很希望NASDAQ是有少少的adjustment 可以嚇一嚇他們的心態 讓他們知道原來市是不會一直上升 永無止境的樣子 我希望市其實是回一回 讓他們realize 其實市會跌的 唯有就是當年代表那時跟客人說 沒錯你NASDAQ去年真的賺了很多 我知道如果我叫你take profit 或者rebalance的 2021年那時如果繼續升的 你其實會罵我 為什麼Jeff會給我這樣的advice 令到我賺少了錢 但是我都要勸我的客人 你要realize 如果on the other hand NASDAQ是跌 而你是overweight 放了太多錢在NASDAQ的話 那到時你虧錢 你又會罵我的 那麼Norman 你自己呢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經驗 和你會怎樣處理呢 我也很少會試過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通常跟客人做的 的portfolio 都是比較保守一點的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永遠都是記住 我們跟別人manage 的錢的時候 don't lose the 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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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盡量不要讓他輸錢 所以譬如像這樣的市場 今年升到爆彩 我也會有些客人 不開心地說 人家好像升了30幾個% 升了50個% 為什麼我的portfolio 都沒有那麼多 我寧願他說這樣的 好過他有一天跟我說 你虧了我的錢很慘 我寧願他說 我和你賺得少 好過他說我虧錢 這件事來說 在一個manage 人家的portfolio 最重要的是 剛才說 don't lose the 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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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今年的科技股市場 升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真的隨時有一個消息 隨時會有一個改變 而一個改變 是一般的投資者 可能承受不起 可能他會跌下去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變成恐慌的拋售 一個恐慌的拋售 就失去了機會 可能市場上升了的時候 他就失去了機會 例如今年 Jeff都應該經歷到三月的時候 一月二月的時候 那些客人很害怕 一時不斷跌下去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要跌到什麼時候 所以當時有客人很害怕的時候 你怎麼跟他說呢 因為你也不可以肯定得到 市場是什麼時候會跌上去 但是客人又擔心的時候 那客人說要轉去做金融市場 或者轉去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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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說呢 你可不可以完全說不呢 那這個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是一個其中一個面對的挑戰 那譬如當時我也有客戶 是有這樣的擔心 那麼當時我就要了解一下客戶 他本身的財務狀況是怎樣 如果他本身這筆錢來說 對於他很重要的時候 那就沒辦法了 那你真的可能要離場了 但是對於一些客戶來說,這筆錢也不是佔它一個很重要的比例 所以你可以放心跟它說,如果你這筆錢也不是用的話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如果你是一個基金裡面的時候 當市場去到這麼低的時候,通常就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因為很簡單,政府來說一定會插手 可能在利息方面,或者是量化寬鬆方面去干擾市場的話 市場來說,很多時候就會這樣打上去 但是打上去是非常快的,所以你不可以說我先離開市場 然後我等它升回,我才進入市場 很多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以分析給客人聽 用我們很中興的看法,最後的決定都是由客人所決定 Norman,剛才你提過,當市場在3月下降到很厲害的時候 美國政府或者加拿大的政府一直都會去托起市場 但是現在在2020年的12月 Federal Reserve和Bank of Canada都分別宣佈了 它在考慮會停止這個monetary policy 再不會派這麼多錢 其實因為這樣,所以市場其實都是有少許獲利回套的跡象 如果它真的停了山水喉的市場,會不會真的跌回10-15% 你跟我其實都很難估計到 但是當我們的客人問我們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又是搬回一個Balance Portfolio 看看兩邊都有一個Pull option 一個Call option 看看怎樣呢 我想也是的,因為接下來 政府也無法抵抗這麼多錢到市場 希望經濟可以慢慢地開放 現在我們所看下去的故事就是這樣 但是來說,當然這個政府也都是 它要用的招數,它已經很重的藥已經用了 現在來說,如果情況再轉差的時候 它真的沒有那麼多重藥再下去了 現在來說,就會用回之前用的手法 現在來說,這個市場其實已經是一個 我們叫做Price In 了 已經知道了這個政府放多少錢下去 利息多低,有什麼幫助的市場 現在來說,今天你見到那個市場的表現 其實是反映了將來的疫情過後的經濟 所以說,這個市場會不會再繼續這樣升 那麼瘋呢?不會的了 基本上這個市場大約在這個級別 不跌得很厲害已經是很好的了 所以來說,會不會有一個調整呢? 我相信是會的 那變成來說,我相信在調整之後 市場又會慢慢升上去 那所以來說,我相信 如果你看回在疫情之前的市場表現 就可以告訴你 大概應該那個疫情之後 一個正常的市場表現是怎樣 但是當然這次來說 經歷過這個疫情來說 這個市場來說 是很接受了這個科技股 那變一來說,很多種不同的科技來說 是進入了這個市場裡 是令到很多人 是一個取締了傳統方面的 譬如與人之間見面的開會 還有其他方面的 都可以利用這個網上去做購物 或者甚至上班、上班等 那這些因素來說 是直接影響到那個經濟 那所以這些東西來說 也都會增加我們那個經濟價值 會增加這個市場的經濟效益 那這方面也是會因素 也都會令到這個市場 是有機會推高一個價值 那所以來說 我的看法 長遠來說 我們看好這個股市 是總有得升的 但是在中段來說 是在一個短線來說 是有很多暗湧的 那所以來說 作為一個的 例如你再有錢 扔到市場裡 就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扔 說今年的表現做得最好的 就是買那一隻 那就可能會出事的 所以來說 應該是要看回 你現在的組合是怎樣 還有你的目標是怎樣 你那筆錢將來用來做什麼 那這個會很影響 要選擇什麼的產品 是的 我也留意到 譬如這兩個星期 每天市場都是大上大落 很多財力 好像是紅市和牛市 在互相鬥爭著 投機者或者投資者 未決定的走勢 那其實市場 其實如果跌一些 是會好一些的 讓每個人知道 哇 其實市場是不會一路繼續升 尤其是現在的 stay at home stocks 或者一些 economy reopen 的股票 每個星期你都看到 一些熱錢 是由一邊跳去另外一邊 所以如果投機者 或者是投機心態是重的 他就會炒那些股票 但我希望你和我的客人 他們都是long term investing 的 他們都知道 或者他們的經驗 告訴他們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一些短暫的投機 其實都是要一個 嘗試投資的long term 一個穩陣的portfolio 是會好些的 是啊 而且因為這麼低的利息來講 也都帶來一個機會 在一個投資方面 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譬如有些人在一個房地產裡 賺到錢的話 其實應該考慮 除了你說是改善他自己的生活之外 其實如果想投資下去那個市場 我認為投資在基金 會比投資在房地產好 現在的環境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在那個政府來講 特別是BC省那裡 其實它一直是要控制那個樓價 為什麼來說 在樓價來說 你會再升幅的機會 其實是很有限的 因為你政府都追不及 建那麼多樓 便宜的樓 讓人們去住 現在市場來說 供求仍然很緊張 那就是市場的人 是買不起那個新的樓 所以來講 令到那個租金 都不會上升得很多 那比如說 如果我們將一個 投資在一個房地產 收租的物業 比較投資在那個股票的市場 例如基金這樣 兩者來說 如果計算那個稅務方面的優惠 很明顯就是 投資在基金 是比投資在房地產 現在的情況看下去 因為租金的收入 直接影響到每一年的投資的回報 那現在很多時候 因為那個房地產的 carrying cost 是非常昂貴的 你的地稅 然後你的雜費 加起來 加起來 你加起來 這個回報是很低的 但是你又要面對很多風險 就是那個租客 或者是那些費用 很麻煩 你給了很多費用 但是如果看回投資在基金 或者投資在股市方面來說 你就不需要這些煩惱 因為它沒有這個 我們叫做 discrimination 在那裡 不會因為你是這個屋主 我又不喜歡你 我是你這個租客 我又不喜歡你 但是股市來說 或者是基金來說 是沒有這個 discrimination存在的 基本上來說 是一個很公平的市場 而且它是比較靈活一些的 譬如我隨時可以 退出多少錢出來 我可以隨時可以 把它賣出去就可以 但是你如果持有一個物業來講 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你是很麻煩的 譬如我突然間 要拿錢出來 不是那麼容易 突然間我想拿幾萬元出來 就是拿幾萬元出來 這麼簡單 或者我想賣完它 也不是那麼容易脫身的 特別是有些 我們叫做蟹貨 摘住了那些 就更加脫不了身 所以來說 再加上現在來說 有很多收租的物業 面對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不可以趕租客離開 因為現在 例如在BC省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現在的政府法 就是你不可以趕租客離開 所以來說 是很挑戰的 如果作為一個投資物業的 來收租來感性 我就覺得 會用基金來講的投資 是會比較著數一些 還有稅務方面 比較靈活一些 還有基金 它是有機會 一直這樣升上去的 因為它裏面的東西 是投資全世界 一直找機會的 但是你房子來說 價值來說 是升上去有限的 你那些人不會說 那些錢是會收入 會突然多了這麼多 那它可以把房間 那些地方 因為它一定是有個 一定有個指標 不能貴得太離譜的 也不是你的租金 也不能收得太高 所以租金來講 投資物業來講 那個回報是相對偏低的 所以在現在的環境裡來講 我覺得是以一個 投資在一個基金 作為一個 相對於收租物業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時間 大家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夠去賺錢 所以來講 在今年來講 如果大家在一個市場上面 賺到錢的話 應該是拿些錢出來 買份禮物 送給自己 送給你的心外的人 最重要就是 保住健康 保住身體 我相信這個疫情 很快就會過去了 希望大家開開心心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多謝你 謝謝你 新年快樂 謝謝Jeff 你歡迎 拜拜 拜拜